歡迎收看前線百分百 台積電在線上技術論壇 釋放出好多重要的消息 您知道嗎 台積電現在的7奈米晶片 已經可以衝到10億顆之多 3奈米晶片明年將正式量產 還有他也講將會積極的蓋 12座的晶圓廠就在國內 他的計畫待會聽仔細了 傳產輪動速度超級快的 最近有粉絲問我了 可不可以教大家用籌碼的方式 來追開啓住 這些傳產的輪動跟進出法 今天頭馬上為您教清楚了 疫情升溫之下多希望 不要再發生這樣的憾事了 快樂缺氧命就沒了 什麼叫做快樂缺氧 所以我們協議當中的涵氧濃度 非常地重要 聽說智慧穿戴可以測 血氧濃度喔 這個商機可頗大的 但是哪一些的智慧穿戴呢 今天帶您看仔細 還有疫情升溫 大家都很擔心 台灣經濟下半年怎麼辦呢 中金院公佈了 拆購健言指數PM1 製造業還不錯 頂在50以上是66 可是內需市場的服務業 就糟糕了 竟然破了50 49.2喔 所以內需市場服務業 會有多慘 今天中金院副院長 帶來深入解讀 我們帶您看一看 各行各業在疫情衝擊之下 下半年 它的變數又該如何因應 有沒有找到一點點的 機會存在呢 這完全沒機會 我說的是一般老百姓 全球駭客如此之囂張 找到原因了 原來是勒索軟體 變得便宜 而且容易上手 怎麼會那麼離譜 在勒索軟體 到底為什麼現在簡易上手 駭客的猖獗 全球的資安 絕對不能夠再忽視了 你要抓住駭客 得要弄懂 它是如何害到我們的壓軸 來防守這一個重要關卡 說到了智慧穿戴 怎麼樣去測我們的血氧呢 哪些商品交給它了 金城 你好 晚安 大家好 大晚安 好 台股 今天大阪行不一樣呢 月線就在今天翻揚向上囉 電磁終於價量都有了 所以呢 郭郭大哥 你好 你好 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包括了蔡國建言指數 中金院公佈的數字 製造好 服務差 那麼怎麼解讀呢 請到了中金院副院長 王健全副院長 跟大家獨家披露 副院長你好 晚安 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還有勒索軟體 怎麼會那麼容易就上手了 在大家都當駭客嗎 智元厲害 請看看 智元 你好 晚上好 大家好 過高 台股今天漲了81點 提醒您 如果您仔細看 今天的最高點 還不錯呢 紅磅雖然不長 但是有過高點 低點也沒破 順著這一條周線往上做盤高 但我在乎的是綠色這一條 綠色這可是月線啊 因為扣底的位置 扣低扣低 慢慢是扣低的 所以今天正式月線翻揚向上 意義很大喔 只算月線現在翻揚向上 現在所有均線全部都翻揚向上的 但壞的是在這 因為KD來到過熱超賣區 會不會有修正壓力 索性MACD還在正值放大 在眾多格局不做改變嗎 這是我要問的 有期待來自於今天 電 船 同步又漲了 電子無弧 今天漲的檔數比較多 台積電 聯發科跟聯電 然後意外的傳產轉到另外一個男主角了 紡性類股今天多達11檔 攻到了漲停板 量也跟著出來了 今天的電子是有量有價的 電子四成 紡性的部分今天的量 月率也出來了一些 當然還有包括了外資 外資今天是由賣轉買 乍看是不錯 還記得我們昨天解盤 解大盤的漢偉他怎麼說 最好的期貨有兩大條件能夠伴隨 台股才能帶來多頭的加分 一個是逆甲茶收斂 逆甲茶收斂 Bingo 今天達陣囉 代表空單有出現了明顯的回補 空單回補就是不多單 那麼第二個條件 是期貨空單要大減囉 哪有啊 您看 期貨空單還在小增呢 在這個條件不吻合 呼應了昨天漢偉說的 外資的心態依舊偏保守 掌跌互見 台股今天的紅 求有國人在乎的事情 趕緊跟您做報告 到底2300萬人我們國人 什麼時候可以達到疫苗呢 日本媒體報導 6月份這個月的下旬 有可能捐給台灣 3000萬劑的AZ疫苗 美國呢 美國最快今天晚上會公佈 8000萬劑的疫苗 如何分配給全世界 會不會包括台灣在內 我們就秉息等待了 這個收到疫苗大家關心 產業消息呢 莫顧於這個了 台積電昨天召開了線上技術論壇 每一個點都好關鍵啊 建成請上來 7奈米沒想到7奈米的晶片了 台積電已經衝到 10億顆的里程碑了 4奈米以上我列的都是高階製程 4奈米提早了 在今年第三季就下個月7月份就可以試產了 試產覺得生產了完全都無誤 都OK就可以量產了 3奈米明年正式量產 2奈米有重大突破 以上這些的先進製程都延續摩爾定律 還有更在乎台積電說 它即將要積極的快速蓋 12套晶圓廠 三連雜1000億美元可多了 再是資本支出呢 所以EUV即使外光的產能將會大爆發 在S-More賣設備的要大大感謝 台積電這個大客戶 講到台積電要在國內蓋12座廠 請看它的蓋廠計劃列出來了 但有些東西我們看不懂 什麼P什麼極數告訴大家 好的我想我們常常看到 這個台積電FAB18廠14廠對不對 其實這FAB就是這個晶圓廠 這個廠區 所以FAB就是晶圓廠 就一個大的五層式 但是有沒有看到 每個廠區裡面有P4 P5 P6 P7 P8 前面還有P123 為什麼這是第幾期 就是一個期就代表一個晶圓廠 一座晶圓廠 P4 P5 P6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 第八 第18廠區的這五個期 所以廠越後面蓋 它的期數就往後排就對了 對 每個廠裡面有1到8起 這1到8起有些可能只有1到4起 像這個竹科的FB20廠 還沒有還在建 這是2奈米的 P1到P4 所以如果以18廠來看 那麼期數45678 所代表是那個廠裡面 就第四條是第四個晶圓廠 第五個晶圓廠 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八個 我懂了 晶圓廠的產線 對 一條一條的產線 對 所以大家講12座晶圓廠 是這個12座 所以一個期數就是一座晶圓廠 因為它是一條產線 是的 那這個要算 因為這樣是P1到P4 所以這邊有四座 加起來 那這真的是12座 那12座的晶圓廠 各自是哪些的先進製程呢 主要我想南科的部分 像P4的5奈米 然後P5到P8就是3奈米的 準備要量產的就在南科 重點在南科身上 現在 新建中還有計畫中 新建就是這個 如果OK的話就繼續擴充 那這個P8的 南科的PFAB14廠 在第八條產線裡面 它是特殊晶圓 可能像6奈米 這一次這種的 比較特別的 可能在計畫中 還沒有特別 像4奈米 對 你看 因為它的奈米數 幾乎都是單數跳 是的 包括7 5 3 但是特殊晶圓 包括4啦 6啦 雙數可能就放在特殊晶圓 對 有可能 中間值啦 對對對 那我們看到2奈米 大家很關心 就在竹科未來的第20廠 P1到P4 這2奈米放在新竹 對 竹科 現在土地已經取得 程序當中了 就在應該是寶山附近那裡 所以這一塊就是未來的重鎮 竹科是這一塊 從3奈米之後換到2奈米 我們回到剛剛的影岩圖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講 2奈米有重大突破 前陣子因為都沒下雨 所以經濟部 台積電就急了 寶山水庫沒有水 就是因為2奈米 台積電現在已經開始有重大突破 準備要做了 要進行研發 所以您看一下 寶山水庫就在竹科這個地方 才會形成 現在台積電先進 最先進製成的2奈米 現在在乎它的流程 對 知道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要再問一個問題 我今天看到那個新聞 超級開心的 台積電 為什麼要蓋12套廠 蓋得那麼積極又快速呢 因為三星追得好緊 所以人家就說台積電不用怕 台積電不會輸給三星的 五個關鍵理由 講 好的 我想這個五個 現在的關鍵理由 我們還是領先 第一個就是資本支出 我想在資本支出 台積電呢 已經提高到今年300億美金了 那未來三年就1000億美金 那三星也不論人後 他拉高到280億美金 主要就是追我們的先進製成 但是現在看起來台積電是領先的 而且他的280億美金裡面呢 也不完全是在金元載工 他可能在低潤 Netfish這一塊 他也有投入資本支出 但是我們是主攻在金元代工 是的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差距存在 這是第一個資本支出 第二個呢 先進製成 不是說七奈米以下嗎 現在的有效中產能的變化 什麼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原本一開始台積電 七奈米先量產對不對 三星是後來才量產 那台積電可能十幾萬片的產能 那三星可能當時只有兩萬片 那去年的事情 今年可能三星已經到四萬片了 那差距有拉近了 那我問你喔 剛剛新聞有寫 台積電的七奈米 賣向十億顆 你知道十億是什麼概念嗎 十億顆的里程碑 它的意義何在 當然這個代表說 一個它的量已經開始 那是世界最大的 最大的 七奈米當然台積電現在月產 大概我們也記載到 大概一個月十四萬片左右 那三星呢 去年一開始只有兩萬片 現在有四萬片 原本差距是四百多趴 現在差距拉近了 因為三星產能再增加 那台積電的七奈米 可能不會再增加那麼多產能 因為我往五奈米 三奈米來靠攏了 所以這個就有點拉近了 講的是這個 那五奈米就是方面 台積電跟三星的差距 大概差兩倍多 台積電當然都大幅的領先 但是它會慢慢追 如果它追過我們很接近的話 它台積電就有壓力了 這個講白話叫做台積電在七奈米 領先三星兩倍半的速度 跑在前面 然後在五奈米領先的三星兩倍四左右 就是跑在前面的產能 產能是比較多的 比較多的 這個我們當然我們持續觀察這種變化 所以那個數字是產能的比較 對比較 OK 就人家是買三星一顆 其實人家買台積電 兩到三顆以上 對 我想第三個來看 就是當然現在沒有一定答案 人家說 晶圓大概到三奈米置身以下 就到兩奈米以後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就原本的摩爾定力會破壞掉 剛剛論行給大家看 兩奈米在研發說 好像已經可以克服掉這種問題了 對不對 所以三星 台積電原本用的 FinFed的架構 原本就是從10奈米 7奈米 5奈米 一直下來 它的技術是最成熟的 而且效能也最好 成本也最好 最佳的成本 所以三星算 可能在三奈米 或用別的GAA的製程 提高量產的良率 但是去對抗晶電的問題等等 但是台積電 如果它可以克服掉的話 三星不見得能追得上 因為它的穩定度更好 跟大家簡單報告 什麼叫摩爾定律 就是在這個小小的晶片範圍 當中 我可以放多少東西 現在每一個手機 每一個筆電 我們就講手機好了 效能其實越來越高 上面要放的晶片 或其他的線路是越來越多 可是晶片是越做越小 怎麼有辦法放呢 沒關係 台積電用它的先進製程 有的走立體 或其他的方式 來克服依舊能夠用摩爾定律 就是這樣 對 我想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台積電領先 就是在剛剛瑞涵講 EUV的機台 先進設備的採購 因為你越來越製程越先進了 這很重要 三星大概現在有25台的EUV 那台積電已經有50台了 差了一倍 而且你說要買就買得到嗎 不好意思 一年搞不好只生產9台 10台左右 買不到我告訴你 Samsung要跟這個S-More 訂那個EUV的機台 都要提早先訂 對對對 大家都在搶 這是第四個 第五個來看 客戶的信賴程度 為什麼這樣講 還有規模 台積電是純代工對不對 我跟客戶就很多啦 我沒有跟你搶 沒有參與了 有499 三星它是有品牌嘛 它跟客戶間 就有存在競爭關係 所以這樣來看的話 這五個台積電 目前看起來 都還是遙遙領先三星 我覺得第五點真的非常重要 Samsung自己有品牌 台積電呢 我是沒有品牌 純粹幫你服務的 做晶電製造代工 再來呢 我們的晶圓雙強 台積電聯電 來看一下 我想台積電來看的話 最近已經在上機線了 很棒 等待機線往上走牙 因為機線還是下彎的 它如果能夠走平 開始翻牙的話 是OK 不破的話分批布局 那聯電的部分 它其實有打出一點頭肩底 只不過5月3日的 空方缺口的上緣 在56塊7這邊 要封閉掉 它的多頭力道才會比較強 最近會面臨到一些壓力 趕快來看一下 兩檔標的台積電 哇這條季線 等你終於等到了 但是站上 對站上 但是希望它能夠慢慢的翻揚 自身力道就很強 就有機會往上攻了 跟您報告 請看這邊 現在所有均線都翻揚 只剩下季線是往下彎的 可是時間拉長一點點 我看季線扣底的位置 季線扣底的位置漂亮 等到這邊扣低的時候 它慢慢的頂點就會翻揚向上 沒錯 再管你交過 好 聯電來 聯電的部分 我說過底有打出來了 對不對 有點像頭肩底的味道 對不對 這個缺口 我講的空方缺 今天很強上去 但是這個缺口要能夠封閉掉 這力道上就會更強一點點 OK 建成真好 不愧是專業 台積電那個那麼難 要不是簡單講 大家是聽不懂的 可是講專業更要看意外 今天看到了高雄 嚇死人 你看那個影片 在高雄貨櫃 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好像還有人受困在裡面 這情況這是怎麼回事 就是一個海外的一條貨櫃輪 就直接撞了陽明的碼頭 就是一艘貨櫃船 對 撞上碼頭 對 撞上碼頭 剛好是陽明的碼頭 你看到陽明 陽明的貨櫃放這邊 這是陸地 撞到陸地上 那上面本來就有一些 吊掛的起重機 有工人在施工 大概二到三個人 受到一些影響 這個有些受傷 所以撞下去 大概影響到兩台的起重機 這個大家就看到撞的時候 這個把起重機 大家擔心說 原本已經那麼緊的 缺櫃缺船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更大 當然 所以那盤中的貨櫃 輪相關就股價往上拉了 我們看一下那個陽明貨櫃好不好 陽明看分就好了 貨櫃輪兩個龍頭 陽明跟長榮 就是這一段 就是那個意外大家看到 長榮拉得更兇 長榮我們看一下 長榮拉得更兇 2603 然後拉得更兇 就是這一段意外發生的時候 就往上拉了 因為出事的是陽明 大家想說 那會不會單子就轉到了長榮 可是回到剛剛那個畫面 我問一下囉 你剛剛有講 是國外的貨櫃輪船 貨櫃輪船 撞到我們陽明的貨櫃擺放的地方 對 就掉到起重機那邊 就是碼頭的部分 查清楚之後 有可能索賠嗎 當然有啊 OK 所以陽明現在心中想的 跟我想的問題是一樣的 建成謝謝您先請回座 把重要的台積電 還有今天的意外事件 先跟您做一下說明了 不過講到了貨櫃啦 船產啦 你會覺得抓不到 抓不到它的輪漲節奏啊 您看今天的11黨訪先攻到了漲停板 今天 明天 後天漲的都不一樣 那怎麼辦呢 告訴您 粉絲這麼一要求 我馬上就教大家了 麻煩建成透過了籌碼教學 告訴您如何研判 船產的好跟壞 強跟弱 進出點也一樣 但這個確定是好的 最近的路股您看 上陣 深圳 底型都打出來了 所以不意外 路股ETF 不論是正合兩倍的啦 圓形的啦 您看一看 五月份至今六月了 都大漲了 但你以為每一黨都可以操作嗎 它的技巧呢 該怎麼挑呢 志遠 全世界位階最低的路股 現在開始動囉 那麼現在應該是介入 路股ETF最好的時機 只是呢 市場上面有所謂的槓桿型的 還有圓形的 還有配息型的 到底哪要怎麼樣挑這個 路股的ETF呢 志遠 等一下告訴大家 因為路股ETF太多黨了 如果呢 比較想要快速賺的 但就做正二了 如果我做正二 行不行呢 那個技巧呢 志遠厲害會告訴您 但是呢 說實在 現在大家最在乎的 莫過於這件事了 疫情升溫 新一波的疫情 COVID-19這個病毒 真的是可惡 到底對台灣今年的經濟影響程度呢 副院長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中紀元今年估計的 這個成長率是4.8個百分點 但是呢 是在沒有疫情之前 如果疫情呢 我們估計如果是在第一季 不知道就是一個季 就一個季度就緩和的時候 對可能衝擊到是消費的問題 所以影響會比較小 但是呢 如果衝擊到下半年 那我們可能就會有一些不同的估計 您聽懂副院長的意思嗎 到底對台灣今年經濟衝擊有多大 都要看這個病毒 影響到我們日常的生活 我們到底還要待在家裡待多久 牽動著GDP的敏感神經 台股呢 也被魁國大哥 牽動著敏感神經了 上個禮拜魁國大哥說 三壓點 哎呀 這個三壓點 魁國大哥講對了 越過了 只要多方力道 氣勢夠強 因為MACD現在是一番正 而且柱狀體還在長大 我已經幫您補到現在最新的K了 這個都是最新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長多 可是KD現在來到了80 超買過熱區 那是不是就是短空呢 難怪現在台股短空長多的格局 還是沒改變嗎 魁國大哥 我想從技術指標來看 還是告訴各位短空長多 沒有任何的改變 但是大的震盪要來了 為什麼會出現大的震盪 下個階段回來清楚地告訴你 對啊 短空長多沒變 還來一個大震盪 到底是為什麼 大震盪很難操作 如果你抓不對 多方就變空方了 再讓他講明白囉 魁國大哥今天還負責了第二題 因為我看了新聞才曉得 行情一致嘛 定期定額買股票的人 超過26萬人 超過9年來的新高 所以大家參與了定期定額 怎麼能夠不幫你想辦法呢 說實在的 定期定額買股票 陪您過這麼長的日子到退休 那可是要精挑細選擇 更嚴格選股呢 好多可說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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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 必須最好的 我們正在蓋著 以後 儘量冬鬧 出了 6點擊